跨象新人挑大量 中国跳台滑雪队飞向北京冬奥 2019年从田径跨象接触跳台滑雪时 恐高的宋奇武在训练时觉得能活下来就行 如今18岁的他即将代表中国跳台滑雪队 飞翔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 作为队中年龄最小的队员 彭金月因为身材小体重轻 比赛中还在使用青少年雪板 东运中心训练五部部长 跳台滑雪的领队许刚航说 今年的赛季对我们来说 基本算是真正的第一个赛季 我们都是在边学习边摸索的过程中参赛 具许刚航介绍 为了让运动员熟悉比赛氛围和学会调整心态 队伍专门设计了一些针对性的工作 比如在队内设置模拟赛 设置虚拟对手的比赛来提高参赛能力 跳台滑雪队在获取奥运参赛资格的人数上 实现了历史突破 同时我们男子项目 在获取资格的比赛过程中 中国队选手首次进入了世界杯级别的决赛圈 并获得了积分 和他们的前辈相比 宋奇武 彭清岳的成长过程中 还多了一样秘密武器 来源国家跳台滑雪训练科研基地 许刚航说 以前比如说一天两个小时的训练 因为受天气等因素的影响 我们最多的时候可能练到十跳 少的时候比如说五六跳 风动实验室里 比如说我们运动员在里面进行三分钟训练 按实际跳台滑雪训练 每一跳四至六秒钟完成一个动作 所以说在风动中的三分钟 换算下来大大加强和提高了运动员的训练积累